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运第一天返乡客流略有提升 业主收房不交装修保证金就不给钥匙 这样合规吗 孩子找不着家人 景民齐相助 对应的人群是广大的离退休人员 工商人员和失业人员 1月12日银行开始营业之后 我们就可以领去了 本月社保12号发放到位 来看详细内容 春节越来越近 咱们社保也有变化 特别是退休参谋人员 咱们今年1月的养老金要提前发放了 记者从事社保中心了解到 为了让金门父老乡亲 春节前早早的拿到钱 今年1月份的多项社保待遇都将在春节前发放到位 1月21号就是除夕了 为了让享受社保待遇的市民安心过年 今年1月的本市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工商保险待遇和失业保险金 将于1月12号全部提前发放到位 对应的人群是广大的离退休人员 工商人员和失业人员 我们每个月有一部分是在15号发放 有一部分是在20号发放 今年的除夕是1月21日 春节前有采购年货的叙述 这次都提前到1月12号发放 1月12日这个银行开始营业之后 我们就可以领取了 12号这些社保待遇就会统一发放到社保卡账户中 工作人员表示 市民可以通过金社保的微信小程序进行查询 进入金社保微信公众号之后呢 点击置服务 就会谈出单位用户和个人用户 咱们退休人员呢 统一都选择个人用户登录 实名认证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进入这个首页 养老金查询到账呢 点击这个更多服务 有个养老待遇 您就可以根据您的需求选择您要查询的年度 实发的金额 贷扣金额都会显示出来 享受社保待遇的市民 可以凭社保卡就进到任意一家贷发银行网点进行领取 如果您是通过自住机领取社保金的 则免收跨行手续费 或者是通过那个各个银行的线上渠道领取 自己下载各个银行手机APP从那里转账 拿到退休金 避免大家长时间排队 造成领取养老金的滞后 本台报道 眼看着年节的氛围是越来越浓了 咱们在这儿可以再添点气氛 我这儿有一灯迷 不知道海老师能不能猜着 当然 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跟着一块猜 看看您是不是比海鹰聪明 你只管说 咱们猜猜看嘛 好 说这个远看啊 灯笼大 近看的大灯笼 到处是灯笼啊 就是近窟窿 破灯笼 对不对 你这灯笼太老了 一百年前就有这灯笼了 不是 您等人说完话呀 对不对 不是那个 我说的是 远看灯笼大 近看大灯笼 到处是灯笼 人人喜盈盈 打咱们天津一地名 猜吧 不是 你这是灯笼吗 我怎么越听越像灯笼厂加班啊 要不哪来那么多灯笼啊 您猜哪不对啊 您接着猜 我真猜不出来 猜不出来啊 不知道您猜出来没有啊 反正猜不出来也不打紧 等您看完了下面这条片子 咱们观众就全都知道是哪了 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 火红喜庆的吊钱福字 走在古文化街上 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 大家或是三五好友 结伴同友 或是一家奇聚亲子游 吃吃逛逛 打卡拍照 感受喜庆的氛围 感觉特别好 这五年会是级 然后大伙都特别高兴 特别有年味 我们特意来这儿看的 灯笼红灯笼的我们都在这儿拍照片 拍了好多照片 这儿夜景特别美 特别漂亮 人也特别多 特别热闹 有很浓的那种过年的氛围 从腊笼节开始 古文化街推出了民俗商品展卖会 将一直持续到春节前夕 上百家商铺 各类年货商品琳琅满目 从吃的穿的到玩的乐的 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特别喜庆 今天给孩子买了一身小糖妆 也是涂一个喜庆 这条街太棒了 我是第一次来 感觉整条街都有活力 人很多 很热闹 我们买了新年糖果 这样的奶糖小吃 我还特喜欢这里的布景 轰轰火火 我和朋友们逛得很开心 红灿灿的捷听用品颇具人气 传统福字 中国捷都上新的款式 兔年即将到来 兔元素的商品更是随处可见 民俗特色唐人 唐画 也都推出了兔年新图案 手艺人现场制作 勾起了不少人的童年回忆 此外 还有煎饼果子 熟梨糕等等 香味扑鼻 几十种传统小吃的摊位钱 都排起了长队 孩子们特别喜欢这边 然后又买那个唐人 然后又捏的面人 捏的小兔子嘛 今天正好是兔年 一会儿会去带孩子们听听相声 然后看看那个晚上那个灯 也挺漂亮的 感受感受 咱们这过年的气氛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甜蜜的新年 我是从北京特地来这买的 因为像这种绒布的剪纸的 是很难买到的 专程来这买这东西 希望今年顺顺利利 然后身体健康 据了解 古文化街还将在兔年春节期间 举办年货大集 戏曲 相声表演等活动 打造市民春节购物娱乐的好去处 本台报道 看见没有 这过年的味道真的是越来越浓了 那没错 不过提到这味道 这里边一定少不了一宗甜味 那自然是 这一想到开心团圆过大年 我跟你说 我这心里都是甜滋滋的 是 但是也不能光心里 是不是 这嘴里头也得有点甜味 一到过年您看看吧 家家户户都得背上些个糖果糕点 节庆的感觉不一下就出来了 没错 特别是这糕点 那可是咱们天津人的心头爱 也是大家过年的民俗和传统 你像白皮 酥皮 芦圆等等 这就是舌尖上的中国年 春节的仪式感满满 你别说了 说我满嘴都是枣牛味的了 现在 反正说的特别对 糕点市场 现在特别红货 好有些朋友跟上货似的 一买十好几盒呢 牛烧饼 洗漬的豆沙 收漬的倒鸣 还有黑芝麻的 我感觉跟之前的不太一样是吧 对因为现在 过年做的是吧 对对对 对对我看了也是 正好过年了嘛 寄点天津的特色 主要买了这个金八件 还买了一盒麻花 上午九点 购买糕点的顾客就排起了长队 走亲房有自家品尝 每个人手里少则一两盒 多的甚至得用车拉走 商家也不断推出新意 让传统糕点有了新样子 叫做又叫好 这个糕点今年是兔年 我们变成了兔子版的 然后大家选购的也特别多 这个就是育业特别好 育出成香 糕点也是上了好几个品种 然后其中呢 就是我们这个八件 就是特别的卖的特别的活 今年就是在春节 做了一个新包装 颜色就是特别有春天的气息 然后我们也是保留了 咱们那个老的这款 这款咱是杨柳青年画吧 说到传统糕点绕不开 寓意好味道香的大麻花 这几年商家也不断 在口味上做文章 五仁 石锦 黑芝麻 猴菇 等50多种供市民选择 今年麻花的包装 也更换成兔年款 年味浓浓 年年都吃 我们柜台一直就是排队的情况 打进了蜡叶开始 采购的人就特别的多 需求麻花的量也特别的大 麻花不拧在一块的嘛 就是它代表着凝聚团聚 所以就是一些朋友也愿意 就是把这些东西 带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成为大伙的一种美好的祝福 一到过年 然后都愿意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啊 带过去一些 车间也是加班加点 在就是制作 一直在不间断的补货 来一会儿就从那么高 变成那么矮了 考虑到不少顾客购买糕点 是寄给外地的亲朋好友 商家还推出包邮活动 线下店铺买完直接发走 省时省力还省运费 有的商家还推出优惠活动 让大伙尝到好味道 还能享受到实惠 我们直播上 所以从团内个卷 团内一件享受一个 就是优惠的一个折扣 有264比300的 就是各种不一样 这个糕点嘛 就是老年人也能吃 然后就想买一点过年吃 人挺多的 也有点年味了 热闹劲也挥足了 买点鹿鱼 买点点心嘛 平常就吃 我买多少年了 我以前就在这老蹭里住 我一直在这买 我买吃一杯 问台报道 今天开始春运大幕正式拉开 又迎春运玉还乡 归心似箭 相盼望 是啊 我们总说 没有一种温暖 比过年回家更幸福 没有一种心情 比踏上龟城更激动 临近春节 辛苦劳作一年的人们 在此刻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回家过年 没错 说起今年的春运 有网友又戏称了 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迁移活动又开始了 那今天一大早呢 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了天津站 这里是天津站的车站站台 那大家从我身后可以看到啊 发往长沙南的高2924列车呢 已经进站 那这也是今天从天津站 始发的首趟高铁列车 那下面呢 我们一起上车来看一看 我们一上车啊 首先吸引我的目光就是 啤酒 饮料 矿泉水 花生 瓜子 八宝粥 这些网友们熟悉的标配啊 在今年的春运列车上 已经重温和热闹起来了 下面呢 我们镜头再往车厢里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 旅客们正在忙碌地放置着行李 我们看到车厢的人呢 基本上是已经坐满了 返乡人员的热气期盼 也正式拉开了 今年春运的大幕 咱们本趟列车是由天津站开往长沙南 全程运行8小时12分钟 运行1067公里 咱是停运了10天之后 今天是春运头一天的首开 然后今天呢 客流我们也查询了一下 还是比较多的 今天始发的时候大概是500多人 然后今天最满的时候 会到石家庄郑州的时候 大概上座率会在85%左右 2023年春运将从今天开始 持续到2月15号结束 节前15天 节后25天 共计40天 其中 天津站预计发送旅客 112万人次左右 高峰期预计在1月14号到19号 高峰日预计在18号19号 单日最高峰客流 将在4.5万人次左右 节前客流 以返乡客流为主 节后客流 则以旅游 返乘务工 学生开学流为主 我看这一大家子呢 这我们家孙子 这是外甥 还有呢 我看这也是 外甥媳妇 这个媳妇 这是前前后后的 有多少人 七八个 七个 四年回家的心情怎么样 请记动的 好久没回家了 回家有什么安排吗 我看 有 家里 我们家 我老人在家里 然后 家里亲戚那边 都在家里 我们出来四年多 是 是不一样 反正是 今年就是好几年 外甥媳妇 特别特别的 到家里 就那样 我们好压量 跟新人一起 吃顿好吃的家乡饭 那是独的 为什麽打工的 那时候都回家过年 有钱无钱 回家过年吧 那是 今年回了家 很高兴 很高兴 我看您都有点 想流泪了 是想家了吗 对对 想家了 是想家了 想回去 见见谁 想回去 公公婆婆父母 回家了 那不是 马上过年了 公公婆婆年龄大了 回家就 收拾收拾 给他们做点好吃的 记者从天津站了解到 今年春运 铁路方面 从天津出行的热门方向 长途主要集中在 长春 哈尔滨 齐齐哈尔 郑州 广州 西安 太原 呼和浩特 包头 兰州 成都等地 短途以北京 世家庄 唐山 秦皇岛为主 铁路根据旅客的出行方向 也在随时调整的 咱们的列车开行方案 比如天津站 增开 六对东北方向的 临时旅客列车 十四对 北京 石家庄 邯郸等方向的 短途临时旅客列车 铁路呢 对于儿童票 也推出了一定的新规 随同成人旅行的儿童 年满六周岁 且不满十四周岁的 应当购买儿童票 超过十四周岁的 应当购买全假票 每一名成人旅客 可以免费携带一名 不足六周岁的儿童 超过一名时 应当购买全假票 儿童票的年龄 按照乘车日期计算 春运首日 仅天津站运送的旅客 就达到了2.8万人次 方便旅客安全高效乘车 铁路部门 除了加大对重点人群的 保障力度 今年还在四个进出站口 即刻服务通道 针对发车前 20分钟以内的旅客 提供优先安检 优先上车 关于即刻通道 在天津站 我们设立了四个岗位 分别是 北一出口 南一出口 南近站口 以及北近站口 设立这个通道 就是为了方便旅客 在不满20分钟的时间内 然后快速进站 快速乘车 提供旅客出行方便 在整个出行期间 我们呢 一是要保证旅客的安全有序 二是保证应急有备 三呢 也是继续提升 我们的服务水平 让广大旅客 在整个的春运区间呢 能够体验到 平安春运 有序春运 微信春运 让旅客体验更美好 本台报道 公路方面 春运第一天 记者来到通沙长途客运站 一大早 这里就迎来了 大批的返程客流 在现场 记者还注意到 归乡的人们将一年的收获 和对家人的爱 塞满了行李箱 上午八点半 记者在通沙长途客运站看到 已经有不少旅客正在购票 或者等待排队乘车 从上周开始 通沙长途客运站 恢复了四个省份 18条线路的运营 春运期间 这里主要已前往 内蒙古 河北 山西 山东 河南的省纪班线 以及前往冀州区的 长途客运班线为主 一天的发车量达到40多班 选择长途客运出行的 大多是务工返乡人员 从早起5点40开始发车 一直到晚上5点 短途的在两三个小时 长途的就多了 八九个小时 十个小时左右都有 我们每天现在发出的旅客 大概在400多500左右 陆续的随着那个 搬线的恢复 也在逐渐的那个增长 那今天就是春运开启的第一天 在通沙客运站里 我们可以看见各种 带着大包小包 各种行李箱的旅客们 那么在这些行李箱中 我想都藏着一种 叫做新年礼物的东西 它不仅装扎着 对家人的思念 承扎着自己归心事件的心情 那最重要的 还是等着他们回家 过年的亲人的祝福 秦建刚 郭东亮 李国强三兄弟 来自河南临州 在天津物工三年多 今年是他们第一次回家过年 前两天几个人去超市 专门买了一大袋子的糖果 打算把这份甜蜜 与家人一起分享 张婷婷老家在山西硕州 在天津这座海滨城市学习 工作了好几年 今年刚刚参加工作的她 用自己的工资为家人 买了一大箱子海鲜 所以在这个 因为可冷了 都离下二十多度了 然后那边也下雪 一份心意什么是 孝心 据预测 今年的长途客运高峰 将在本月17号 也就是腊月27来临 客运站也提前 备出了二十多辆车 随时补充运力 记者从高速部门了解到 今年高速将迎来学生流 物工流 探亲流 以及旅游观光流的叠加 日均车流量将达到90万辆 目前全市562个ETC全部开启 高速路网运营中心 也提前对全市26条高速公路 全面排查 并对收费系统进行巡检 确保春运期间 联网收费系统运行平稳 我们加强了路网运行的监测 通过电视 媒体 广播 以及我们自己的政务微博 微信公众号 天津高速公路 我们发布及时的路况信息 引导公众合理的选择 出行路线和时间 本台报道 新房交付使用 这本是一件开心事 但是滨海新区保得 时代蓝湾小区的居民们 去物业办理收房手续领钥匙的时候 却被告知 要先交纳装修保证金等一系列费用 不交就别想拿到钥匙 而且不装修的也得交这笔钱 这让居民们感到很困惑了 装修保证金是物业公司 为了便于管理业主装修的行为 设立的收费项目 这笔钱能和办理收房手续 捆绑在一块吗 两个月之前 物业给我们发通知 让我们陆续的去办这个交房的手续 我们到物业 他们明确表示 要交这个装修保证金2000元 还有每平米8块的垃圾清运费 如果不交的话呢 它是不给钥匙的 滨海新区保得时代 蓝湾小区物业公司张贴的 业主办理收钥匙缴纳费用铭记里 有三个缴费项目 分别为装修保证金2000元每户 装修垃圾清运费 销售面积8元每平方米 装修人员出入证五张 每证公本费5元 每证押金10元 一些业主表示 自己短期内没有装修计划 我是不打算装修 目前一两年都没有这个计划 物业这边就是不给 你必须要交装修保证金 即使你不装修也要交 所以说这个条件对于我来说 就是比较苛刻 现在不交这个装修保证金不行吗 不行没有不交的 我们要是公白给您 要是不交费的话 我就就下岗 这是领导的说 装修钱让再交费不就行了吗 不是我不装修 你知道我装修吗 那谁知道啊 据物业工作人员介绍 保德时代兰漫小区约有1100套新房 自2022年10月办理交房手续以来 至少有500多户业主 在缴纳了装修保证金等三项费用后 领取了钥匙 业主要收房必须先交装修保证金吗 小区居民向律师进行了咨询 业主与开发商之间的是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 业主去领取钥匙领取房屋呢 是依据与开发商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开发商有义务向业主去交付房屋 开发商委托物业公司向业主交付钥匙 单方面增加了缴纳装修押金才能给付房屋钥匙的条件 是违反双方合同约定及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的 根据天津市物业管理条例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明确部门和人员 调解业主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物业管理纠纷 协调物业管理与社区管理社区服务的关系 于是居民来到了属地茶店街道办事处 这个事是属于您和宝德 宝德物业也好 宝德开发商也好 这种一个经济纠纷的行为 您可以跟他协商 如果协商不妥 您可以去起诉他 就觉得他不愿收费 街里对他这种收费行为不管 我们没有权利担接他的这个行为 有些工作人员他答复的不规范 不到位 这个我们也承认 我刚才给他们的开发商打电话了 现在老百姓有这么个事 作为我们街道来讲 我们即使不专业 我们该协调协 有矛盾就算咱们即使化解 根据天津市商品房管理条例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本市商品房建设和交付使用管理工作 于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拨打了滨海新区住建委的电话 随后记者与滨海新区住建委取得了联系 对方给出了不同的说法 针对业主收房时 物业运行强制要求业主交中线押金 不交押金就不给钥匙的行为 物业条例里边也没有说 这几个事项 也没有相关的一些规定 我们也只能说是去督促物业企业的进行整改 也不是接着咱那个物业管理的相关的处罚事项 2022年12月28号 小区居民通过北方网正民零距离平台反映了这一问题 2022年12月30号 滨海新区住建委回复称 我单位要求再管物业服务企业调整交房手续 但物业服务企业以公司规定为由拒绝整改 我单位已约谈该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 但其表示公司规定无法更改 目前我单位已就该问题上报至上级部门 从2022年的4月份开始陆陆续续地收到了相关的业主 反映关于交房时存在这些问题 房屋交付和那个室内装饰装修 他把这个就作为一个事件就捆绑到一起了 这个是不规范的源头 我们也是把相关要求和物业企业进行沟通 对他们进行约谈 最终在滨海新区住建委和属地街道办事处的协调下 小区物业公司调整了交房流程 交费李杨老师 如果说对方还是想不交费呢 写一个情况说明 说暂时不装修的情况说明 然后咱们还是该怎么领钥匙也领钥匙 我们日常的巡查呀 还有日常的一个宣传培训工作呢 可能这块也是存在一定的欠缺 然后我们后续呢 也是加强日常的巡查的一些品丝和密度 多组织一些个业务培训政策指导 向加快电视单位和物业服务企业 来传达相关的一些政策要求 规范他们的一些行为 本台报道 装修保证金其实是为了减少管理风险而出现的 比如说业主的装修垃圾 或者破坏房屋结构等等 可以对这些个情况进行一些个制约 但是呢 收取保证金应该在业主和物业双方同意的情况下来缴纳 而不能捆绑 如果说把这个装修保证金跟交钥匙挂了钩 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呀 作为属地街道等部门 不能像刚才片子里那样 一问三不知 一味的让老百姓自己去走司法程序 这显然也不是基层组织该有的工作态度 纠纷化解在基层啊 这个事不能往外推 要服务好群众 还要加强学习啊 咱们接着往下看 下面这事呢 发生在东立区 一位市民在路上遇到一个男孩 岁数不大 好像是走丢了 当时啊天已经黑了 市民担心他的安全就报了警 找不到 找不到跌满了 接着都是了 多大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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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没事 您说来吧 我一看我领会就不合适 报警说他在附近步行路 发现的孩子身色比较慌张 然后一个人在路边来回来转悠 客量也比较多 把孩子拉到路边 然后他就报警了 是你吧 爸爸妈妈电话寄的吗 我妈妈 我妈妈 是 这叫 小名 小名叫 是吧 我们院的 热心市民说男孩就住在附近小区 民警赶紧开车带着他过去 从哪个方向过来 从哪个方向 闪惊 那种 找这些 跟孩子聊天啊 他小害怕啊 爱抚他 别着急 孩子扯呢 有个一百来迷吧 孩子急事 他妈妈就在话了 您现在在哪了 来说 那了 行行行行 您从来等我 原地等我 别打 您行吧 一打电话 找出风雲了 看着有 有三个人吧 鸡鸡晃晃的 从小区小道里边都出来了 这样子给拉下了 是这个吗 是这个吗 上哪 去那个 是吗 在哪找的您 在这个石子路口 没事 别着急 别着急 孩子 别 我都罢了 我都罢了 您你住手 我这没去完 你人 你得住手 您 这是您 这是 这早半天了 你等我 别说 但是我本身 有个问题 这是你 这是谁啊 行了 行了 通过了解这个父母 就是吃饭提前 他们孩子都折炮出来了 那个方向父母没大家去过 然后 找不到吃饭就得低一点了 还告诉你们的 不是 不是 是那个 是填上小孩的人 然后撸边以后 看见可能你们邻居认出来 这小孩叫妈名了 你找到哪儿去了呀 咱不在那个车间站着了吗 哎呀 还不跟 别 别骂一个孩子 孩子一点仇没有啊 是你们大爷这事 哎呀 我正要报警了 都快找不着了 哎呦 对人家这刀前空了 哎呦 再会靠好孩子 也别再害小鸡 啊 谢谢你 没事 找到了 行了 本台报道 这马上到年底了 喝酒的人 可比平日里见多啊 嗯 你说到这个 我就纳闷了 你说这喝酒的人 他就不知道 小酌 怡情 大酒 伤身吗 当然知道了 但是架不住 那资格给资格 互相给对方 他找辙呀 哦 都找什么辙了 那多了啊 他们说了 说酒是粮食精 越喝越年轻啊 他们说了 说酒是粮食魂 醉人啊 不醉心 干啊 他们又说了 说喝了这瓶酒 都是好朋友啊 他们还说了 等等等会等会 怎么都是他 他们说呀 你怎么那么清楚啊 你啊 我我我主要是 他们说的时候 我我听来着 好嘛 这以后喝酒的人 都留神周围啊 看看有没有一个 支愣着耳朵的主持人啊 哎 留神我干嘛呀 跟你说啊 要真的喝酒的人 碰上我了 他还有一种好处呢 哦 说说都有什么好处啊 有我在 绝不能够 让喝了酒的人 去开车 哎 这个是对的啊 哎 您看下面 有那么几位了吗 那就是喝酒的时候啊 少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没人拦着 结果 酒驾了 一边比酒 给腿一下子 啊 腿吃一气 走走 那白色的轿轿车 沿着冰去西路啊 由西向东开过来了 当时这个车呢 停在路边了 腿腿腿腿 你们继继腿 腿一样哦 腿三秒以上 腿三秒以上腿 腿腿腿腿腿腾腿腿腿腿好了 红桥交警在夜查的时候 也碰上了这么一位明知故犯的司机 对于自己酒后开车 这名驾驶员却表现的满不在乎 经过检查男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为每百毫升176.8毫克 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明确规定 醉酒驾驶机动车将面临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如果说上面的两位是明知故犯 下面要说的这位驾驶员则属于屡教不改 我们在这个京民大道之前 有一辆老型轿车 连这个京民大道由东向西行驶 到这个执行单位他有想加速传卡的嫌疑 当时民警就立即把它拦截 并控制住该车辆 经出查这车辆的驾驶人 是冯某涉嫌酒后驾驶和驾驶机动车 随后民警对其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 这个结果为每100毫升就是3毫克 经过对这名驾驶员身份信息核查 民警发现他可不仅仅是酒驾这么简单 本台报道 前两天晚上一辆半挂车行驶到 静海区金文公路附近时 车头突然起火 火势越来越大 当时车上还装着1000多箱药品 司机赶紧拨打119求助 来看当时的情况 我们是出了八部机车 52名乡员赶到现场 到达现场后 它是一辆半挂车车头起火 出两只水枪 对半挂车的车头火势进行控制 火势扑灭之后 发现后边集装箱 有往外冒烟的情况 我们判断里边应该有阴燃的情况 我们就赶紧把外边的300箱药品卸下来了 发现靠近车头部位 有几个纸箱在阴燃 然后我们立即出一只水枪 对着火点进行了扑灭 就赶紧组织人员 把未着的与着的进行了隔离 我们通过人手传递的形式 把药品都抢救了下来 最终我们抢救了将近1140箱 保证了药品的安全 借助一些辅助的设备 这些助行器平衡肝 让它可以适当地活动活动 诊疗病床 护理病床 家庭病床 三床联动 解决老人康养难题 气水就朝脑弹天天了 我们来设计 加工了催制工艺的一个代表 多如蝉翼 越薄 越能显示我们的这个催制工艺 百年瓶子流 玻璃器敏的演变 生态皮草年购会 年中大清货 今年买皮草大划算了 皮草厂家这三年压力巨大 为了回笼资金 一律清货 雕皮大衣 清货价1800 2800 3800 皮一派克服 清货价480 皮毛一体清货价780 瓦斯登新款7.5折 鸭鸭雅洛等羽绒服 100 200 雕皮大衣 原价6万8 限制卖5800 最后几天 谁买谁合适 最后几天 最后几天 地址天津市和平路 百货大楼5楼 江南区人民的年货来了 2023全国优质 农特产年货大集 在京南月潭一楼 隆重开集 几州山货 纸皮核桃 散养猪肉 会飞的柴公鸡 张三虾蟹 周村烧饼 五千香油 百年老树的千锡板栗 新疆 云南 四川 东北 各地特色农品 其相聚 1月6号至19号 月潭商杀一楼 优质农品 聚会机能 让我们不见不散 神态皮草年购会 年终大清货 今年买皮草 大划算了 皮草厂家 这三年压力巨大 为了回笼资金 一律清货 雕皮大衣 清货价 一千八 两千八 三千八 皮一派克服 清货价四百八 皮毛一体 清货价七百八 莫斯登新款 七点五折 鸭鸭雅洛等羽绒服 一百两百 雕皮大衣 原价六万八 限制卖五千八 最后几天 谁买谁合适 最后几天 最后几天 地址天津市 和平路百货大楼五楼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蛆酶素技术 发明专利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 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欢迎回来 继续看新闻 2023年 天津市大众冰雪开冰节 今天正式启动 期间安排了 丰富的冰雪活动 感兴趣的朋友 多多关注 而且今天 河西区又有一家 新冰场开放了 给冰雪爱好者 提供了新去处 上午 河西区冰上运动中心 正式接牌亮相 占地面积600平方米 使用赛事级别的制冰技术 可以进行花样滑冰 冰球等专业比赛 这个新场地 感觉滑得特别顿料 集挺也集得非常好 冰的质量很好 特别喜欢滑冰 给我的乐趣就是 既刺激又能学到很多的技巧 练一年多了吧 会冰球了 我喜欢谷爱驴 长大后我要跟他一样 挑战更高难度 然后超越自我 如果您是冰雪小白 也没关系 可以体验大众休闲滑冰 亲子冰上互动等项目 这个冰场的亮点周围是商圈 人比较多 更贴近于老百姓身边 基本上是低收费的这种 像社会开放 这个运动中心应该说在带动 河西区 特别是周边的学校的青少年 参与冰上运动 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也是后期 天津市要实现这个三年上冰雪 更多的青少年在冰雪运动中 享受乐趣 锻炼身体 这也是一个开端 此外这里还是天津市青少年 轮转兵训练基地 从轮滑爱好者中 培养冰上运动的好苗子 未来我们在冰湖 速度滑冰 制定青少年的 包括群众比赛的竞赛体系 发现和培养更优秀的 竞技体的核位人才 冰上这个 这个是第一个真正的 这个落成使用了 那么我们推动各区道件 包括我们的体育工艺基地 也会给予支持 我们有这个 有这样的场地 通过比赛的展演 带动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 2023年大众冰雪开冰节 也在今天正式启动了 全市各大冰雪场馆 冰雪俱乐部 同步开展系列活动 在南翠平公园滑雪场 高山滑雪 拖道雪圈 儿童细雪区等体验 项目人气爆棚 体育加旅游也是 今年大众冰雪节的一大亮点 1月14号 冀州盘山滑雪场将设立 体履结合展示区 举办青少年高山滑雪比赛 趣味雪上活动 陆地冰湖教学等展示活动 那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训练基地 应该说在设备设施这个功能都是一流的 也是对老百姓开放 在那里面能享受 也带到周边旅游 本台报道 这快速路只能供汽车行驶这个事 大家应该都知道 但是前两天在快速路上 却出现了一对吞着轮椅的大爷大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警区接这个大队 这个三级指挥平台的这个指令 在这个快速路青云桥上 有一对大爷大娘 在快速路上穿行 接警后 民警立刻赶往事发地进行处置 大爷说自己推着老伴外出办事 回来的时候就有点犯迷糊 走着走着就上了快速路 也下不去了 只能继续往前走 通过和两位老人交谈 民警发现他们的神志比较清醒 能够准确说出自己的身份信息 为了确保老人的安全 民警先将其带下快速路 随后民警按照老人提供的住址 护送两位老人回家 在行驶到西京区时 老人表示已经快到了 自己下车离开 本台报道 这摔伤后做完手术的老人 如何让他们得到科学系统的照护 尽早康复是值得关心的问题 和西区通过诊疗病床 护理病床 家庭病床的三床联动模式 切实解决老人康养问题 82岁的岩奶奶半年前 不慎从床上摔了下来 这一下可把她摔得不轻 我的左腿对侧面 她那个摔伤了 做了手术 缝了14针 还有腰部 她也有那个小的手术 在医院做完手术后 岩奶奶只能卧床静养 吃喝洗澡上厕所 这些都离不开人照顾 为了防止生入床 还要有人经常帮她翻身 和健康监测 家人照顾起来不仅精力不够 也缺乏专业技能 于是联系了月秀路街道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杨阿姨刚来的时候 是用担架抬进来的 有个病例 病例上是写的 跨外界一个大的一个手术 术后不能动 属于完全一个 不能治理的状况 24小时去照顾她 这个病晚上起夜特别多 有时候晚上就是 八次九次十次不止 白天是二十多次 发现这个情况后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与家属沟通 带着老人到合作的 三甲医院就诊 根据医主定时用药 盐奶奶的尿频问题 逐渐正常 晚上也能睡个好觉了 治疗师还给老人 有针对性的制定 康复锻炼计划 当她恢复到一定的阶段 可以半自已了 这是我们借助一些 辅助的设备 这些助行器平衡杆 让她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 然后到下一个阶段 阿姨可以完全自已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一些 康复的动作 做一些锻炼 经过半年的细心护理 和康复锻炼 盐奶奶已经基本康复 康复的老人 我们这边的康复师 也会对老人制定好 居家的一个照料的方案 然后家属有任何的问题 24小时的 给我们的护理员 以及康复师打电话咨询 我们这边也可以上门进行指导 目前河西区 已经有45家居家养老服务载体 与辖区内三甲医院 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搭建起三床联动的 诊疗康养协作模式 医疗卫生机构 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建立双向绿色通道 预留床备 以便接收养老服务中心的患者 对于符合出院条件 但仍需护理照料的老年人 优先推荐到签约养老服务中心 进行康复和跟踪管理 医院会为我们出示专业的出院小集 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医院的这个提供的材料 以及老人现有的这个身体状况 为老人制定正确的康复计划 本台报道 陛下你知道吗 这个动物的颜值啊 其实也是会变的 而且这种变化 它是跟季节有关 哦 跟季节有关 是不是冬天动物换毛了 更厚了那种 确实是啊 不过啊 有的动物这个变化会更大一些 比如说梅花鹿吧 它身上的这个梅花 没了 下面就跟随记者的镜头 到天津动物园看一看 冬天那里的动物都有哪些变化 一大早 饲养员就忙活着给大熊猫 喜乐和格格准备营养餐了 都得洗 一般来说一天呢 精料是喂五顿 这是第二顿 然后每一个猪笋 它有苹果什么的 一定要给它劈开 它看看里边到底是好是坏 工作人员介绍 一到冬季 大熊猫为了储存热量 胃口特别好 为了更有利于大熊猫储存热量 和均衡营养 饲养员也会根据需要 为它们合理搭配些水果 当做零食 到了冬天之后呢 它所有的采食竹子的量啊 采食精料量都有所上升 然后竹子 大概其冬天比夏天是多了 差不多40%到50%左右 冬天会给它加更多的损 也差不多加到30%40%以上了 吃完饭 两姐妹就开始散布消食 先是悠哉的逛会自家花园 在爬架上晒太阳 或是在地上打几个滚 憨态可居的样子吸引了不少游客 它就喜欢看那些小动物 看见就高兴 从转给它培养一个热爱自然 就是保护动物的一个意识 每年冬天 大熊猫都会换上厚厚的冬装 来抵御寒冷 体型也比夏天圆润了不少 熊猫本身不太怕冷 它最是温度上5到25度左右 所以一般晚上为了维持室内的温度 会给它开地暖 就是一天基本上都有地暖 到了晚上如果天太冷的话 也会给它开空调 在动物园 冬季变化最大的莫过于 梅花路跟黄天路了 细心的游客会发现 路身上白色的斑点不见了 整只路都变成了类似枯草的颜色 饲养员介绍说 这是冬季梅花路 为了防止被肉食动物捕获 而生出的保护色 前路上梅花路 冬天会长出一些厚厚的绒毛 所以它身上的图案 它就是不会这么明显 等到开车了以后 它会把绒毛退下 它身上的图案 都会很明显地显现出来 原产于南美洲的南美墨豆豆 是动物园里的铁憨憨 看到饲养员就高兴 笑起来还会露出标准的八颗大牙 为了让它能温暖过冬 动物园给它铺设了 独立的地暖系统 因为它是来自南美洲 对温度要求比较高 然后我们这边呢 就是用地暖给它来保暖 温度大概在22度左右 然后每天会喷洒一些水 在地上保证它的这个湿度 冬天的话呢 就是我们给那个干草和干树叶 是不限量的 果树中就是有一些香蕉啊 白菜啊 胡萝卜苹果 因为在原产地 它是以树叶为主 所以我们这样配比的话呢 比较符合它的饮食结构 冬季像一些热带动物 和马 大象 犀牛 我们就采取室内参观的方式 但是如果气温适宜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室外活动 让大家在室外看一看 同时也可以增加它们的预寒能力 另外我们还会采取 电取暖灯泡和电取暖器 两种特殊的取暖方式 能够使那个热带动物 达到它们适宜的生活温度 本台报道 说起瓶子流 老一辈天津人无人不知 特别是在南市一带 瓶子流曾经创造的商业辉煌和传奇 被人们津津乐道 瓶子流有百年历史 这手艺到了当下的年轻人手里 会有哪些变化呢 一起来看看 我们天津是一个这个国际的融合的文化的这么一个都市 也就是那个时候呢 在天津这个一百多年前吧 国际上的很多东西出过来了 当时呢 汽水就传到咱天津了 到咱天津以后呢 汽水得到当地来加工啊 于是呢 就找到了我们 咱们给他们设计加工的这个玻璃细棉 当时汽水瓶用软木塞做瓶盖 木塞干燥了就会收缩掉进瓶子里 小孩子嘴馋性急 瓶底朝天喝汽水时 很容易被呛到 瓶子流创始人刘桂申整日思考 怎么才能设计出一款安全的瓶子 最终一款带有玻璃珠的瓶子问世了 瓶子里有一个玻璃球 瓶颈处有一个凹槽 如果瓶底朝天的喝汽水 小球就咕噜着把瓶凹处堵实 只有瓶身倾斜让开小球 汽水才会流进嘴里 安全性大大提高 而这项手工内火球玻璃瓶制作 则称为瓶子流的一项非疑技艺 玻璃这个东西 甭管是我们玻璃的垂直工艺 还是有一些琉璃的工艺 都离不开火 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好多手艺人 也是觉得我们这行是最苦的 因为天天在火炉边上烤着 这个温度都得在五六十度 这个温度特别高 时至今日一个世纪过去了 瓶子流也在变迁的时代中走过了百年岁月 历经了四代传承人 结果祖辈父辈的接力棒 刘悦对这项技艺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 即使后来留学英国 他也时刻想着学成归来后 如何发扬非遗技艺 技艺传承我们从小就没断 从我爷爷和父亲 从小就把这技艺保留下来 从小儿童目染 到了国外以后 又看了咱很多博物馆 然后也学习不少东西 我就结合了咱们传承的 这门我们瓶子流的玻璃的技艺 就有了很多的想法和创意 玉兔 金鱼 瓶子流的技艺 除了瓶子加工 也被刘悦运用到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这些作品不仅传承了百年技艺 也在市场中发挥了更大价值 传承文化的时候 我们还得把天津的文化还要传承出去 您比如说我们天津的三绝之一 狗里包子 我们沿着天津的元素 就是制作了很多的我们的一个纪念体 我们就制作了一个天津的包子 这个别人带走以后也很精美 就把玩用也好 做那个摆件也行 刘悦长说 瓶子流做的是瓶子 记忆里装的是中华传统文化 要想传承好 就要让飞宜更生活 让飞宜更艺术 这个就是咱们宋代的经典的 叫大度赏瓶 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经典的这个煤瓶 也就是说我们炊制工艺的一个代表 叫薄如禅翼 就是说越薄越能显示我们的这个炊制工艺 那么这款瓶子呢 其实现在也能广泛运用到一些这个 除了花器 也能把它运用到变成酒瓶 刘悦制作记忆没得说 可是要想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让年轻人对瓶子流多一些了解 必须在作品设计上下功夫 刘悦的妹妹刘荣学习的是旅游专业 更加了解游客的消费需求 从看书查阅到游走四方 结合旅游纪念品 她也想出了不少好点子 你要真说拎她出去也可以啊 就装东西也可以 但是呢 像我们女孩子有时候喜欢在家里边装点一下 像这个放在家里边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家居的摆设 又可以做鱼缸 又可以插花 这个主要就是她的这个里边的这个气泡 蓝颜色 如果作为一个小鱼的鱼缸 特别好看 现在刘悦正在与多品牌元素潮牌合作 希望把他们的元素植入到瓶子流的产品当中去 让文化遗产走进生活 让更多的人在非疑中了解中国文化 那么我作为年轻一代的这个非疑传承人呢 我就是想把这个 咱们古老的一些记忆 还有一些中国文化的一些精髓吧 结合起来 然后我们也是就是说 过了一百年了 但是我们还要面对未来的一百年的发展 还是手中创新吧 把我们的静心精神传承下去 生态皮草年购会年终大清货 今年买皮草大划算了 皮草厂家这三年压力巨大 为了回笼资金 一律清货 雕皮大衣 清货价1800 2800 3800 皮一派克服 清货价480 皮毛一体清货价780 摩斯登新款7.5折 鸭鸭雅洛等羽绒服 100 200 雕皮大衣 原价68000 限止卖5800 最后几天 水满石和市 最后几天 地址天津市和平路百货大楼五楼 精彩特会 广天惊喜 新年礼遇 广天欢乐 多重体验 广天畅快 幅度相伴 广天天才 中国广电 精彩特会 广天惊喜 新年礼遇 广天欢乐 多重体验 广天畅快 幅度相伴 广天天才 中国广电 尖南居人民的年货来了 2023全国优质 农特产年货大集 在今南月潭一楼 隆重开集 几周商货 纸皮核桃 散养猪肉 会飞的柴公鸡 张三虾蟹 周村烧饼 五千香油 百年老树的千锡板栗 新疆 云南 四川 东北 各地特色农品 其相聚 1月6号至19号 月潭商杀一楼 优质农品 聚会机能 让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继续看新闻 大家的汽车呀 是越来越多了 还有好多新能源电动车 这停车难 也就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尤其是对于一些比较老的小区来说 咱们相关职能部门 得有这个问题意识 意识到问题 发现问题 才能解决问题 西青区中北镇 东江景村 花了三个月 修了一停车场 大伙都特高兴 来看看他们是怎么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 这个停车场 占地5000多平方米 除了150个普通停车备 还设置了20个快充充电桩 投入使用一个月来 附近居民都说方便 之前这块土地 闲置了十多年 环境脏乱差 村里每年还要花费 不少的精力来维护 你看咱站的位置 现在大概就原始图片里 就在这个位置 这是咱村北边的一片 闲置的土地 平时就是长满了一个杂草 还得打草散盖 然后平时还得派人 来巡查防火的问题 一边是土地闲置 另一方面 附近五个老旧小区 将近一万多居民 面临停车难的问题 而且随着新能源车的增多 充电不方便的情况 也越来越突出 综合考虑后 村委会决定 把这块闲置土地 改造成停车场 并配套建设充电桩 更好满足大伙的停车充电需求 在没有这个车场的时候 这个道路的两边 停的到处都是车 一过来 感觉这个交通很混乱 然后咱随着这个停车场的建立之后 我们把周边的车辆 也进行了规划 做了中线的这么一个分割 然后也减少了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 有了想法 可落实起来遇到不少难题 变压器怎么安装 后期谁来运营 考虑到没有相关的经验 村里找到了专业团队合作 提供了24小时的保安 而且车场有各点位的摄像头 提供了休息室 及厕所在冬季的时候 室内休息室是24小时的暖气开放 接下来 这里还将再增加10个快充充电桩 并完善汽车相关服务 打造一个多功能的停车场 本台报道 现在我们都知道 夫妻共同财产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如果说两个人离婚 那必然是要分割财产的 如果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一方出现了随意挥霍财产的行为 这时候另外一方如何保护共同财产呢 一起来了解一下 丈夫挥霍财产 妻子可请求分割共同财产吗 咱们打比方说 对丈夫呢 沾染赌博恶习了 或者丈夫对这个网络主播进行巨额的打扫了 或者说丈夫进行了与家庭收入 不相匹配的奢侈消费了 等等类似的情况 那么妻子都可以在 不起诉离婚的情况下呢 只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因为我国民法典规定呢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 如果一方出现了严重损害 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 比如说隐藏转移变卖 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 或者说是伪造夫妻共同财产的 这些行为 又或者说一方附有法定 抚养义务的人患有重大疾病需要医治 那么另一方呢 不同意支付这个相关的医疗费用 比如说岳父岳母患有疾病需要医治 那么女婿呢 坚决不同意 花钱给岳父岳母看病 等等类似的情形 法令情形 那么夫妻一方呢 可以在不起诉离婚的情况下 向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分割共同财产 民法典这个立法的目的呢 就在于在特定的情形下 那么及时保护这个利益受损害方的权益 那么保障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平等的处理权 好观众朋友 今天都市报道60分的内容就是这些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